4月1日,伴随着首届上海旅博会举办的东风《春季问山,山花烂漫2021松江春季文化旅游发布会》在上海市博展览馆隆重举行。 活动现场,作为五个星辰之一的松江星辰精彩亮相,展现了人文松江的魅力新貌。 本次展会中,松江各大景点除了邀请市民踏青赏花外,还精心设计了数十场节庆活动。 此外,松江还策划了多条红色旅游线路,引领市民追寻红色历程,振奋时代精神。 据介绍,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,当前,松江正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业态, 持续深耕厚植,书香之域,书画之城,文博之府,影视之都,高质量推进以人文松江为特质的全域旅游发展, 让人文松江深度融合城市血脉,努力把松江建设成为上海全面建成世界著名城市的重要承载区, 长三角乃至全国知名旅游休闲城市。